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样的惊喜 更为体贴的是 为了照顾剧军业的口味 这次好友聚会专门选择了一家凡事餐厅 从网上流传出的照片来 看 剧军业的心情很不错 脸色通红 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画面中剧军业穿了一件卡奇色外套 棒球帽 和眼睛是他的标配 蓝色的 校围巾特别抢眼 整体风格时尚又有型 本来就是平平常常的聚餐 没想到在餐厅遇到了一个男明星 两人还合影了 而台媒却在形容剧军业失诚 他与对方合影很是亲民 丝毫没有剧性的架子 之前和周杰伦 邻军节聚会被曝光 两人还合影 现在看到剧军业和姜尤白等人坏映 剧军业这好友也跨街了 网友评论到终于看到杰夫了 七夕情人节快乐 是回来陪大爷子过节吗 七夕节当天 聚军业并没有帅出两人秀恩爱的照片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聚军业和大爷子是一起度过的 不但单单是惊喜那么简单 聚军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男人 这一次七夕一定会给大爷子准备惊喜 不过两人想来都非常的地条 大爷子不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声张 因此两人也是天暗的秀恩爱 相信不久之后 他们就会把七夕节如何度过的发布在社交媒体 我们也希望大爷子和剧军业的第一个情人节 会有不一样的会议 另外剧军业不仅仅 只是在韩国发展自己的事业 在台北他的整个事业规划也是越来越被大家看好 后天担任台南市政府反复音乐会的来宾 8月12日有要饭会收2 出席DJ音乐集 8月27日 与好友BJ主妮儿在S2 有体美矮的Bluen脱水音乐 自同他演出 聚军业去了大爷子后 可说是工作满档 上一次他接受采访是这样子 说的我已经结婚了 会在这里不过结婚生活 如果没事就会一直待在这边 自从小爷子最近晒出全家出游的照片 晒出了大爷子的两个孩子 却没有战现出大爷子的身影 所以网友猜测大爷子可能是和居俊也一起会韩国了 所以分思的分析也不 是没有道理 但是聚军业海 是很神秘 也没有晒出大爷子跟他一起的画面 所以至于大爷子这次有没有跟他回到韩国 只有他们才知道 他提前夫望小飞 和张英明的恋情绯闻 一直被吵得沸沸扬扬 但他一直没有掺和其中 二是和居俊夜上演浪漫穿说 爱过别过没有后悔 也说明一切严小晕散 所以不会再有就格 大爷子活得很明白 自己亲手斩断情缘 就不会再惋惜和后悔 更不会去就餐不熟 看来那些更等于坏分手的明星 可能很多都是被无情抛弃的 相反大爷子可能不少分手都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吧 大爷子现在不演偶像剧 但把生活过成了偶像剧 嘱咐他们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此网友们怎么看 欢迎评论去留言 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